欢迎收看GX东西 我是中大师 那么最近我收集了很多客工老爷 在微信群包括评论里面的留言 挑选了五双鞋款 作为后面节目的这个备选鞋款 那么今天呢跟一往不一样 我们全部来给大家做个预览 如果你看到哪一双是你非常想看的 你可以在我把这个盒子打开的时候发弹幕 或者说提问题 这样我做节目的时候会针对这一点来做 就跟大家做一个节目内容的更近距离的互动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首先把这个我右侧的 你们左侧这个盒子开一下 首先在第一个盒子 Drumpe Man Logo金色的黑金 然后呢这个take纸上面写的是 Jordan Ultrafly 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鞋了 对吧 一款据说非常不错的团队鞋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双 跟微笑一代非常相似的团队鞋 也是一个鞋盖的设计 当然了它有 我记得好像是前后zoom 然后抓地力非常不错 价格那也挺便宜的 500块钱左右就能买到 所以说呢 大家反馈也挺多的 很多人问 我是买这双鞋好呢 还是买另一双鞋好呢 另一双鞋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这一期 这一整期吧 我就买这双鞋 首先看起来 我觉得拿到手上质感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 但是这个鞋盖的设计我还挺喜欢的 它这个后面拉下来 还有一个这个英文单词 还有中盘logo 上面写了 quality inspired by the greatest player ever 就质量很好的意思 知道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压副条是不同材质的 有一个橙色的压副条在下面 其实它鞋底的设计我挺喜欢的 但是有的鞋友啊 球友跟我发微信单独问我说 这个后跟你觉得好不好看 其实我给他回答是不好看的 但是由于这双鞋 确实人气商相对比较高 基本上三四七的留言 我都能看多少双鞋 所以说我就买了 这一次打算做一个正片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第二双 我们进度快一点啊 这双讲完了就让它 第二双就是 Alitas的鞋盒 上面呢 被这个某宝商家贴了这个 调心码被撕掉了 这边有合格证 它的 这个纸上面写的是 Bounce Madness 2019 这个呢就是ProBounce 2019 2018的那个节目呢 大家看来反响不错 当然那双鞋很多人买了 看了我的节目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 那么2019好不好呢 嗯 看节目就知道了 这双鞋呢 我当时发了个B站动态 摆了双AJ33 这一看就知道AJ33和这个ProBounce 2019 大家普遍想看就双ProBounce 2019的节目 所以说 这个应该是 最五双鞋里面排行前二的球鞋 应该可以这么肯定 然后这双鞋呢 跟ProBounce 2018 我觉得设计上 我更喜欢2019的 可以直接这样说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 侧贴条的设计 其实跟Liade 5 有非常相似的设计语言 其他的这种怎么说呢 方方正正的设计 很有棱角的设计 比较符合我这种直男癌的审美 然后鞋面呢 用的是织物鞋面 总体感觉拿手上 就是 哇 就是一种惊艳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这双鞋 我个人的兴趣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种 稍微有点花的这种中底的设计 配上这种比较素的鞋面 我觉得还是有一种乱中有趣的感觉吧 这么说是被人装逼对吧 开始转成语了 然后 它整体的设计思路呢 其实里面还有这种slogan 这双鞋呢 其实是跟那个Makkeepust 还有拉德5 还有其他在最近埃达斯推出的鞋款 推出的一系列鞋款当中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 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设计工作室 所以说我对这双鞋自然是充满期待 然后这个烧粉色的鞋带头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么这双鞋就过 我觉得它人气挺高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但目前告诉我 好 那么这双鞋呢 简单的开箱一下 然后 到了下一双鞋 Pro George 保罗乔治的鞋 这个鞋盒跟前几代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前两代鞋 大家买过的话就知道 第二代是有那个新灰配色的 当然第一代我们是 自己搞了一个ID的鞋盒 所以说 我并不记得第一代是什么鞋盒了 但是第三代鞋盒呢 就是登月主题的 对吧 大家看到这种非常科幻 具有这种 嗚嗚嗚嗚 科技感的这种键盘 整体的设计感觉 有星球的标志 不多扯了 把鞋拿出来看一下 对吧 其实 PG3呢 跟我还是有一段故事的 这个后面再讲 但是这一次我买的是这个600多块钱 我记得 600多块钱买了这双黑白配色的 那个首发的那个NASA配色的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 相对来说 浮夸了那么眼 对吧 像我这种比较素的人 对吧 上镜都不捣食下的人 就喜欢这种耐操的配色 然后这一款鞋呢 其实跟中底啊 我第一眼看上去就有点像那个 Hypertank 2016 同样都是把logo放在了中间 或者中间偏前偏后的位置 我录2.5的时候说过 我就赌PG3会再出一个绑带版本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看看PG 有没有3.5会被来一个绑带 然后整体看出去还不错吧 颜值都还行 那么下一双 想看的拔弹幕哈 下一双就是这个 两个大头了 鞋盒都比他们大 对不对 所有这带都拿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不用看了对不对 AJ33 AJ33 CMV配色 这个鞋盒已经被顺丰 小哥顺丰公司压得点坏掉 其实我有点生气的 然后 诶 百家一的设计风格 设计语言 这双CMV配色 然后鞋筒 我买的是43码的 我是42.5码的角 但是 因为很多这个球友帮我试过水 这时候买了43的 然后整体看起来我觉得 对吧 感觉也到位 然后整体的这个科技感也到位 主要这个鱼线 不是鱼线 是那个跳伞的线 还有这个漆皮的加入 它每个版本的配色会不一样 当然那个全红色版本和全明星版本 是最骚气的 全明星版本 全是那种锡纸的感觉 对吧 这种太空纸的感觉 然后 红色那双呢 就太硬了 当然这双百家一呢 就是 什么 闷骚的配色 对不对 这种红色 绿色的点缀 然后整体的漆皮 材质的分割 后面还有这种爆裂纹的皮 黑色漆皮搭配 金色的Swoosh和Nike Air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绑定机构呢 我就知道 这个肯定有弹幕在发暂停血表情 对吧 就这个绑定机构 其实是比较亮的这个点 然后这个 Flight Speed 后面这块板 包括它的前后zoom 也是我想体验的 当然这双鞋的包裹性呢 自然是很好的 很多UP主都做过了评测 但是我这次呢 想通过我自己的体验 对吧 给这个AJ33下一个定论 因为我有AJ32 确实非常非常厉害 好了 那么这个也不多说 想看的发弹幕 对不对 当然这双鞋 不好说 正片再说 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双鞋呢 同样是大鞋盒 同样呢 是爱扎斯的 那么如果把它放到AJ33 一起讲的话 肯定有弹幕知道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一双 ADITAS NEXT LEVEL 当然它这个NEXT LEVEL 它不是纯的这个英文单词 它加了3在里面的 N3XT L3 V3L 但是我更喜欢把它念成 NEXT LEVEL 然后这双鞋呢 跟那双PROBOUND 2019 Madness一样 同样是出自于 ADITAS Basketball Club工作室的 那么这双鞋呢 我觉得单独拿车 时间稍微长一点 知道它 相信这个时候弹幕呢 已经可能会多一点 这个时候我猜可能会多一点 另一个Flag 然后这双鞋 初开箱拿到手上 我觉得挺大的 我买的是42.5的 我拿手上感觉 不管是这个高度还是宽度 整个维度看起来都非常大 然后这双鞋整体看起来 说回它的材质 其实它是有一种摸起来的那种 毛衣质感的材质 就是还挺顺手的 然后有不同的编织 这边三道杠呢 应该是跟 哈登2那个Forge Fiber 用的是一个材质 它用的那种 比较硬直的线加在里面 这一部分的强度 会相对来说提高一点 外部呢用的是一个 这种不规则形状的框 跟Madness 2019 PROBOUND 2019上面那个框 很相似 整体造型 所以说跟聂大德5上面 也有一点共通之处 所以说这是 阿里达斯整个一年 包括从 就是19年的第一季度到现在 我估计到后面还会演用这套设计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跟我之前做过 2K4那些节目 的那个耐克90年代的 那个Alpha Project工作室的 核心是一样的 他们现在做产品 虽然说聂大德5翻车了 但是 公归公 过归过 我觉得 埃达斯最近说的鞋 真的非常良心 当然这双鞋呢 我也是抱了很大期待 中顶呢 这次没有用boost 但是捏上去的手感呢 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超高帮的设计 无鞋带的设计 大家知道 所以说为什么要跟AJ33一起说了吧 两个都是无鞋带 无绑带鞋带的设计 AJ33那个是机械的 这个是通过结构来解决的 所以说 想看这双鞋的朋友呢 也可以发弹幕 大家当然也可以 如果说你有空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面 把这五双鞋排个屑 并且 附上你最想看这双鞋的某个问题点 那么 我会在正片当中 着重的来讲一下 算是 给拆东西节目 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流程吧 就可能以前是 我在意哪个点 就说哪个点 现在是大家在意哪个点 我就去专门试哪个点 好了 这一期拆箱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面一大堆鞋 我就不拿上来了 当然 如果你朋友们还想看什么鞋 现在给你们三秒钟 在弹幕里面打出来 好 三秒不到 好 结束 那么这一期的小开箱 五双鞋之后 节目会做的 就到这里结束了 当然说 还会有几期节目穿拆在中间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之后 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形式好的话 我会继续做下去 欢迎 现在可以在弹幕里说 要还是不要 要还是不要 对吧 要的打个1 不要打个2 好 这一期 这个急速开箱 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正片再见 拜拜 好 大家以为这期节目结束了吗 当然还是有彩蛋的 那么我们刚刚拆了五双的快递 也不算快递 就给大家看的五双球鞋 那么其实还有一双 那么这双就是 请看下面 接下来的一期节目呢 还会有这双 HypeDunk 2008的一个小体验 不知道会有小分享 给大家讲讲 它的一个实战性能感受 以及它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以及这双鞋 所代表这个时代意义 那么这双呢 是没有减配的 不是跟之前一样 那个发射那个什么 蓝红黑的那种 TPU版 所以说这双鞋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蛮有兴趣的 尤其是一些老鞋名 而且这双鞋的配色 也相当的有意义 好了 那么 我觉得这个时候 弹幕才是最多的时候 对吧 我觉得比前面那种 双鞋弹幕还要多很多 好了 期待一下后面节目嘛 记得来投票哦 就这样 拜拜